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美洲 也有这样一个地方 饿了随手就能摘到香蕉 面包裹 想吃鱼呢随便拿根棍子就能插上来几条 物产丰富的让人都不好意思 这个国家就是苏里南 位于南美洲北部 苏里南是南美洲最小的国家 面积只有16.4万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55万 可以对比一下咱中国的河南省 河南面积16.7万平方公里 跟苏里南差不多 但人口足足有一亿多 试想一下 每个河南人拥有的资源是现在的200倍 复成什么样 2017年 苏里南的人均TDP高达10112美元 而中国只有9481美元 比苏里南低了6个名次 苏里南为鱼赤道 常年温度在28度左右 一年四季都有享用不尽的食物 捕鱼都不用网 直接用弓箭 年轻小伙子抢出一女孩子 就带她去舍鱼 女孩子如果觉得小伙子的技术不错 跟着她有饭吃 就把鱼做给小伙子吃 算是同意了 因苏里南天堂一样的环境 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去了 到今天共有五万多人 占到了苏里南的十分之一 而且 中国人到了哪里都是她是肯干 再加上苏里南得天独厚的资源 很多中国人都成为当地的巨富 影响力非常大 因在苏里南的中国人大都来自广东 初见一带 特家化也被苏里南定为法定语言 学校里都开设汉语课程 2014年 苏里南政府还将中国的春节定为法定节日 全国放下 一起庆祝 在2017年春节那天 苏里南的华人大宴宾客 摆了三百多桌 苏里南几乎所有的大人物都来了 包括总统 总理等等 都来给中国人拜年 说起苏里南总统就不得不及一个人 名叫陈亚先 祖籍广东慧阳 在1980年 曾担任苏里南总统兼总理 创造了一段传奇的历史 苏里南现任总统 名叫德西鲍特色 他的妻子主席也是在广东 还有他的首席顾问 也是中国人 鲍特色对毛主席非常崇拜 2013年来华访问时 特地去湖南沾两了毛泽东故居 还给毛主席雕像竞献了花圈 回去后 鲍特色激动地说 毛主席一直激励着我 很荣幸有机会来到毛主席的故乡参观 如同美梦成真 再来看看苏里南的总统府下图 就这么孤零零的一座建筑 没有围墙 连保安都没有 谁都可以随便进 2016年3月1日 苏里南开始对中国游客实时落地签 中国人去苏里南不用提前办签证 怎么样 你有没有兴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两人去鲍特色激动地说 你们两人去鲍特色激动地说 禁锁的色套求